中国空军的墓碑 它是靠近一个角落里面 好多树木都枯萎了 一块块白色的大理石 处在那里 没有任何人来看墓碑 我就觉得非常的悲哀 他们都是很好家境的 这些中国的好男儿 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我们家来说呢 是在北京的世代的书香门地 我爷爷在北京大学教化学 他还出了两本书 我在斯坦福和加拿大的 温哥华UBC大学查到了这两本 他和其他老师一起编辑的 最早的化学教科书 那么对我叔叔来说 我们家呢就是我爸爸是老大 我们家呢他们兄弟四人 我爸老大二叔 然后下面是四叔 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各个大学的大学生 那么他可以说就是书香门地 出生呢都是家境良好 当时为了抗日呢 走上了不同的抗日道路 我的底下两个 我爸爸两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都后来呢参加抗日呢 就到解放区去参加了 就是不同的抗日 然后回到中国建设新中国 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干部 那么我爸爸和我的四叔 二叔呢就到了昆明 我爸爸当时就在飞虎队 在帮美军飞虎队修理飞机啊 就是进行跟各个修理厂之间的联络工作 我二叔呢是 原来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 抗战争的时候呢 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三校 迁到西南大后方 成立了西南联大 我的叔叔 我的爷爷呢 也是北大的老师 然后都到昆明去 我叔叔呢就 到昆明西南联大的物理系 二年级学生 当时呢是抗战争最艰难的时候 那么他们这批人呢 就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参军 我二叔呢就选派进了空军 送到美国去培训 然后呢在培训的过程中呢 就是飞机失事了 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家一直是一个痛 我们知道他是抗战的英雄 但是呢不知道他在美国埋在哪里 那么抗战结束以后 国共内战 国军退到台湾 然后成立了新中国 这样的话一直持续到现在呢 就是七十多年 家里的人呢 家里的人呢 只知道二叔是在美国 然后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在哪里怎么牺牺牲的 然后呢 一直到四五年前吧 我们家呢 我们家呢是受了我的四叔的嘱托 因为这个寻找二叔呢 一直是家里的一个意愿 包括我父亲 然后是我四叔 让我们大家呢 就是能够分头去寻找 二十多年前我们出国了 四叔就给我们来信 就说他也来日不多了 能不能找到这个弟弟在美国埋葬的地点 完成他的心愿 那么这样呢 就是我们出国的后人呢 这些堂兄啊堂弟啊 一直在为寻找二叔在努力 在台湾空军 有一个远亲呢 找到了叔叔在美国的埋葬地点 接着呢我们家还有一个 嫁给美国的一个 有一个美国女婿 就我四叔的一个亲戚 找到了在德州具体的埋葬位置 那么我的堂姐 我的表弟 他们就分别的到墓地去祭奠 特别是我堂姐 从中国飞到德州去祭奠 他当时他也不会英文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 买花也没有地方买 结果他就把自己的红围巾 剪下来 放在二叔的墓前 那三四年前啊 我哥哥又去 从美国过去 去了以后呢 他不光看到了我二叔的墓碑 而且呢在二叔墓碑周围呢 看了五十多个标志着中国空军的墓碑 这样就是一件大事 我们当时都很吃惊 收到我哥哥的邮件之后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中国空军 埋葬在德州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我和我哥哥中间呢 就是讨论呢 就决定要去寻找这些空军 所以在这三四年中呢 我也先后找了很多台湾过来的同胞 他们跟台湾空军有关系 也在大陆中国社科院写信发邮件 去请中国科学院的 社会科学院去帮助寻找 但是这些努力呢 都没有结果 所以直到今年 我和我先生三月份 就是去德州 自己亲自去 从加州飞到凤凰城 然后我们开了七个多小时车 开到美国国家军人墓地 这个国家军人墓地呢 是全美国一百三十多个军人墓地中的一个 在这个墓地中呢 安葬着三万四千多各个时期的军人 包括他们的直系的家属 在这个墓地中 我们去的时候呢 那天呢正好有一个下葬的仪式 所以呢 墓地为下葬的军人呢下半旗 所以整个墓地呢显得庄严肃 然后我们去那天呢 也正是周末 周末呢 能看见很多的逝世的老兵的家属 带着花 推着老母亲带着孩子到墓地来看望他们的亲人 我们也跟这些来看望亲人的 美国家属啊 了解到这里埋葬了 有二战 韩战 越战 还有伊拉克中东战争的一些军人 埋葬在那里 等我们回过头 找到中国空军的那块 就说墓地呢 就说墓地呢 让我们非常的吃惊 旁边的墓地呢 有带来了很多的鲜花 有人在那里默哀 吊念他们的亲人 但是到了 中国空军的墓碑啊 它是靠近一堵墙那个一个角落里面 没有任何人来看望他们 一块块白色的大理石 处在那里 而且呢 那边的很多的灌木 因为我比较了我们家的亲人呢 前后几年去访问的这个标志 因为我是靠照片上的标志 来找我叔叔的位置 对我来说 我很难根据原来有一棵树 有一些标志 我能找到这个墓碑 所以我们还是花了一定时间 尽管知道墓碑的标号 还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找到这个 都好多树木都枯萎了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靠近墨西哥边境 非常的炎热 是一个沙漠地带 最后找到我叔叔的墓碑的时候呢 那我就觉得我抱着墓碑啊 就非常的悲痛 我就跟我二叔叔啊 二叔对不起啊 我们来晚了 终于来看你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 各种原因呢 家里其他的 我们家的亲戚来看望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来看望二叔 那么我们呢 在路上呢 带了两盆白菊花 我哥哥去的时候呢 他带了两盆白菊花 带给我的二叔 特地呢 在给我们的邮件中提到呢 一盆是代表他 一盆呢是代表妹妹 也就是我来悼念我的二叔 所以我在去的路上呢 我特地也买了两盆白菊花 送到我叔叔的面前 一盆代表我 一盆代表我哥哥 但是呢就是回身再望着 那么多中国空军的墓碑啊 没有亲人来看望他们 我就觉得非常的悲哀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们就是像一群 离群的孤雁在那里 默默的七十多年 没有人看望 所以我跟我先生啊 我们两人当即就决定 我们要开车出去 给他们买花 要给他们每一个人都献花 所以我就在墓碑前后啊 寻找只要是写着中国空军的墓碑啊 我就带来的花 我就出去买来的花 就给他们插上 当时的那个情景呢 是墓园呢 提供那个插花的那个底座 但是那个底座呢 是一个锥形的样子 那个口很大 我们去买了花以后呢 插到那个上 就插不满 风又很大 你要没有插满的话呢 那这个风一吹呢 这个花就就吹掉了 所以我心里马上感到很对不起这些空军战士 所以我们俩当即又决定了说再去买花 所以又开车出去买花 又买来了好多的花 然后一个一个的插上 为这些空军呢 就是默哀 然后祈祷 希望他们的能找到他们的亲人来看他们 所以我也是当即下了决心 对我二叔说 我就说 你的这些战友也是我的二叔 所以我要帮着找到他们的家人 也像我们家一样把他们带回家 放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